名列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哥 22号深夜在脸书发文 证实自己确诊了武汉肺炎 并称自己跟家人 现在都在自我隔离当中 多明哥还写到原本健健康康的 自己却突然出现了发烧咳嗽的症状 筛检之后才发现呈现阳性反应 因此他也透过文章呼吁民众 一定要多洗手 而且人与人之间 务必保持两公尺的安全距离 要不最好待在家 文章一出还不到半天时间 就吸引近3000名网友讨论 还有4200多次的分享 而由于目前全球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32万 所以多明哥也同时呼吁歌迷 必须要遵照各地政府的防疫措施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但今年79岁的他 没对外阐述身体状况 也让不少歌迷留言 表达对他的担心